商经局说港台被裁定违反多项守执条文 情况非常严重 严证要求港台接受裁决并且自协 检视是否有人缘疏忽和失误 按结果跟进或情绪 全面检讨节目制作和编辑机制 又说港台应该正视社会各界对节目和部门管理的关注 港台说接受裁决会严肃跟进 并且会向因为连串事件引起对港台不满的人 以及感到被冒犯的警察自协 裁决涉及的集数会下架 起初港台说头条新闻本季暂停制作 后来更正做今季节目播出之后暂停 我要自协 因为当时都挺急 我们这么多节目很急 不是说你力气就力气 起码我们做五集 我们会暂停 然后就进行我刚才所说的一个检讨 一个大型地去 可以问不同阶层的人士 而他对于这类型节目的看法 然后作出一个综合的何虚何从 如何发展 港台工会对裁决感到遗陷 是用了非常主观的方法 我们形容是去挑逆我们的内容 而且是用一种对号入座的方式 去试图引导大家 就是说我看到这个内容 就必然是引起某种的情绪反应 工会又说和管方会面之后 预计节目下季会继续制作 头条新闻主持人吴志森 对节目是不是能够以原有的方式回归 感到极度悲观 原底那种形式的头条新闻 我相信暂停之后 是不会再回来的了 因为这样去讽刺一些香港 很有势力的很有权力的政府部门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节目可以怎么做下去呢 有线电视机 陈一针泳心